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本屆政府的重要使命 在民生工作方面 我在去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 提出了多項加強支援兒童和家庭扶貧和安努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唯有需要的市民提供適切的支援 在2019-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中 教育、社會福利和醫療、衛生這三個主要的民生範疇 共佔政府的經常開支是六成 即是超過2500億元 比上一年度增加大約7% 可見政府重視改善民生 我們會繼續投放資源 協助有需要的社群 共建一個關愛共融的社會